这是在狮子山共和国一处区政府大楼外的景象 有一群工人聚集在一起 严肃的讨论 有人其实相当愤怒 这群工人是负责埋葬遗体的工人 专门埋葬因为感染伊波拉病毒而死亡的遗体 有人双手交叉在胸前 在10月7号这天 工人罢工 表示没有拿到薪水 认为自己卖命埋葬伊波拉死者 却没有得到该有的报酬 这位克里尔族的工人根本就不愿意公布姓名 因为现在世子山共和国只要跟伊波拉沾上边 就会被污名化 更糟的是都已经被污名化了 还拿不到应该按时领到的薪资 埋葬遗体的进度停摆 看见救护车就停在路边 一辆一辆蓝色或黑色的乡型车 原本用来运送遗体 现在也停开 原本要用来消毒的药水 现在也没有人动 就这样放在地上 由于伊波拉病毒在死者的遗体上 还是相当活药 只有穿着特殊防护衣的专业团队 才能移动死者 由于死者人数快速 而且大幅攀升 需要人力赶快把死者买起来 以免疫情扩散 因为世子山共和国 已经有121人 因为伊波拉死亡 不过现在工人却罢工 可能会导致在世子山 共和国的疫情更加严重 因为人类有可能 因为接触到伊波拉死者的遗体 也感染到伊波拉病毒 所以搬运或埋葬遗体的工人 回到部落已经被排挤 另外这位工人 也不愿意说自己的名字 也是因为连做卖命的工作 都还拿不到薪水 非常生气 就是用这种橡行车 载运遗体 这组搬运工人 每天必须掩埋 17到35具遗体 每一组有12个工人 每人每天赚到100美金 也就是埋葬遗体 一个礼拜 可以赚到大约3000块台币 不过红十字会表示 工人之间也很难有效的合作 经常会有冲突 面对工人罢工 现在世子山共和国 卫生部的副部长表示 工人一直到9月底之前 其实都还有拿到薪资 现在只有这个礼拜的薪水 还没发 卫生部表示 现在已经拨款 在周末之前 工人就会领到薪水 不过有关工人要求 由于这是高风险的工作 所以必须增加风险给付 卫生部则没有任何的回应 一位工头表示 主管告诉他 在另外一个城市 Waterloo 还有很多尸体 等着被埋葬 以波拉疫情爆发到现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到十月初为止 已经造成全球至少将近三千五百人死亡 有将近七千五百人感染 大部分在西非地区 就算是政府卫生部门的官员 也表示 这些负责埋葬遗体的工人 几乎是完全曝露在生命危险中 这是这个国家里面最难做的工作 的确应该要另外给付 给工人额外的风险给付 从今年三月开始 几内亚爆发伊波拉疫情 病毒就开始蔓延到 石子山共和国还有赖比瑞亚 现在在塞内加尔西班牙甚至美国 都已经传出有人染病 疫情正在不断的扩散 在石子山共和国尽管街上贴着 防止伊波拉的标语 不过还是人来人往 来到西非国家马力共和国 还会发现非洲出现许多防疫漏洞 尽管马力共和国到现在还没有传出疫情 不过到现在这个地点 位于马力跟几内亚的边境 一般民众还是可以就这样 轻轻松松跨越边境 来来往往 虽然有防疫人员在边境 引导民众洗手或是进行检测 但许多人还是非常害怕 来到西非另外一个国家 赖比瑞亚 则是产生许多伊波拉孤儿 因为父母死亡 现在无依无靠 现在面对疫情扩散到欧美地区 许多人束手无策 记者 Plus 陈明文 前旅报导